初度跳繩、講求節奏、快速和輕巧 十四歲的李心儀 上個月在澳門出戰 兩岸三地學生跳繩邀請賽 在30秒速度跳裡面 跳出105次奪得冠軍 更加打破世界紀錄為港爭光 他由小一開始就跳繩 原来是与妈妈的一句说话有关 由幼稚园开始我喜欢跳芭蕾舞 打算到小学都会跳芭蕾舞 妈妈跟我说芭蕾舞的群动物 就是七彩虾跳 妈妈就说试试跳绳 好像很好玩 之后我就说好啊 那就玩一下 心仪经过八年来的努力 获得如此佳绩 她的教练认为 全因为芭蕾的毅力 同对跳绳的一份执着 其实我觉得她比起一般童年的女孩 她的毅力是会大一点 她会自己想很多方法 尽量接近目标 但是很多其他童年的小孩 她做一次不得 两次不得 三次不得 她就开始放弃 她就会认定自己达到目标 芭蕾舞因为获奖而松懈 近日她和队友更加积极避战 练习各种跳绳的花式 准备七月底去韩国 参加第九届亚洲錦标赛 希望她和她的队友 再次成功为港争光了 ONTV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